三个愿望 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 是个勤劳又忠实的仆人 他为一个农场主 辛辛苦苦地干着活 什么活都是他一个人干 农场主看到他老实忠厚 就一直没提供钱的事 就这样 这个仆人给农场主干了整整三年的活 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工钱 最后仆人打定主意 决定不干了 他找到农场主说 我为你勤勤恳恳地做了三年的活 请你根据我的劳动 付给我应得的工钱 农场主是一个极其吝啬的手材奴 他知道这个仆人没读过书 头脑简单 就从口袋里拿出三个铜板给仆人 我给你三个铜板 每年一个 嘿 这可是一大笔钱啊 世界上还没有像我这么大方的主人的 可怜的仆人活了一大把的年纪 还没接触过钱呢 他就相信了农场主的话 以为这是一大笔的数目的钱财 他想 自己拼命地干活 终于得到了一大笔钱财 用不着再这么辛苦地干活了 想到这里 他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农庄 开始了他的万游旅程 一天 当他又唱又跳地走在一片田野上的时候 突然 从一片灌木林里走出一个小矮人 小矮人问他 诶 这什么事这么高兴愉快 他高兴地回答说 哈哈 我为什么要愁眉苦脸呢 现在有钱了 口袋里有我三年辛苦干活 得来的一大笔的工钱 小矮人问道 是吗 那你到底有多少钱呀 仆人回答道 整整三个铜板呢 小矮人试探道 我太穷困了 几天没吃饭了 你能把你的钱送给我吗 这个仆人 心地十分的善良 看到小矮人 衣着破烂 的确是很贫困的样子 就把自己的三个铜板 都给了小矮人 小矮人收下钱后 第一 我要一张弓 任何被我用弓 瞄准的东西 都会掉下来 第二 我要一把小提琴 当我演奏时 每个听到琴声的人 都会跳起舞来 第三 我希望每个人 都会满足我提出的要求 不拒绝我 小矮人 就像变戏法似的 拿出一副弓箭 和一把小提琴 给了仆人 然后就不见了 快乐的仆人 怀着惊奇 而又兴奋的心情 上路了 她唱得比刚才更欢 跳得更起劲了 不久 她遇见了一个 长着长长的 山羊胡子的 老手材奴 手材奴 站在一棵树下 树梢的嫩汁上 一只鸟 唱得正欢呢 手材奴说 哟 多漂亮的鸟啊 要是我能有 这样一只鸟 花多少钱 我都愿意 仆人听见后 就对手材奴说 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我马上就让它下来 说吧 她举起弓 瞄准那只鸟 那鸟 立刻掉了下来 落进了树下的灌木里 老手材奴一剑 马上爬进树丛中 去找鸟 绝口不谈钱的事 仆人看到老手材奴 这样 气不打一处来 她拿起小提琴 就拉了起来 琴声 压压地响了起来 刚爬进灌木林里的 老手材奴 随着音乐 就跳起舞来了 她在树丛中 跳来跳去 树丛中的荆棘 很快就勾破了 她的衣裳 身上也被划破 伤痕累累 鲜血淋漓 老手材奴 受不了了 她大声地叫道 天哪 救命啊 好神仙 求你别拉小提琴了 我都快给你累死了 仆人踩不上 老手材奴的当呢 她想 你吝啬小气 剥削了许许多多的 贫穷人 这是你应该得到的报应 她不但不停下来 反而又拉起了 另一首 节奏更快的曲子 老手材奴 开始哀求她 答应给她钱 让她停止拉小提琴 但老手材奴 却又不肯多给钱 仆人呀 就把琴声拉得更响更快了 老手材奴 哪里受得了啊 只有不停地加钱 三十 五十 八十 最后 老手材奴答应 把刚刚从穷人那儿炸取来的 放在钱袋里的整整一百个金币都给仆人 仆人 一不捉体 一不捉体 伤痕雷雷雷 她心里对仆人愤恨不已 想对仆人进行报复 她跑到法官那里 对法官控告说 有一个恶棍在路上打劫了她 抢走了她的钱财 还把她的衣服撕破 身上刺伤 这些地上的石头都会为她作证的 抢劫她的那个恶棍 背后挂着一张弓 脖子上挂着一把小提琴 法官听了派人到处去找 不久 法官派出去的人就在路上碰到了仆人 在仆人的身上找到了那袋金子 并把仆人给抓回了法庭 审判庭上 老手财奴控告仆人 骗抢了她的钱财 仆人分辨说 我没有抢你 也没有骗你 是你自愿给我的 是我为你演奏一首曲子后 你给我的报酬 但是 昏庸的法官 根本不相信仆人的话 判了拦路抢劫的罪名 立即执行绞刑 可怜的仆人 被带上绞刑台 在行刑前 仆人对法官说 法官大人 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请答应我吧 法官说 只要你的要求不是叫我放了你 我都可以答应 我不是要求你放了我 只是想请你允许我 最后演奏一次我心爱的小提琴 老手才奴一听 大叫道 啊 不 不能啊 法官大人 千万不要听他演奏 由于 这是仆人的第三个愿望 有小矮人神仙的帮忙 法官是无法拒绝仆人的要求的 法官对仆人说 好吧 那你就演奏吧 法官一声令下 老手才奴傻了眼 他大笑道 快把我捆起来 快把我捆起来 我不想再受罪了 但是 仆人已经开始奏响曲子了 当小提琴发出第一个声时 法官 书记员和法庭的差异 都开始的摆晃起来 没有人能够去捆那个老手才奴了 小提琴的第二声传出 筷子手放开仆人也跳了起来 到仆人拉响第三声时 所有的人 包括法官 法庭差役和老手才奴 以及所有旁观者 都一同跳起舞来 演奏没停下来 他们跳舞也不能停下来 不少人跳的都趴下了 但身子都还扭动不停呢 他们开始叫喊 开始祈求仆人不要再拉琴了 但仆人根本不理会他们的祈求 一刻也没有停止 最后 上气不接下气的法官对仆人喊道 舍免你的死罪 把那一百块金币归还你 仆人这才放下小提琴 他叫住老手才奴说 现在告诉大家 你这个流氓无赖 你在哪儿得来的这些金币 不然我就让你再跳舞 老手才奴吓坏了 只好当着大家的面承认说 那些金币 是我从穷人那里敲诈来的 你的才是通过 劳动公平合理政得的 是 中国人自身之外的 我的相优 请不吝点赐 出带 陆兰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